大家好, 歡迎收看《上進生活》 這集除了有我Kathy 還有我身邊這位客檔 就是高大有型的嘉謙 謝謝你, Kathy 非常高興, 第一次我們合作 我們今天來到跑馬地馬場 也是為了參加Happy Wednesday 首次舉辦的全新占士邦主題派對 到時整個跑馬地馬場 就會化身成為特務07的電影神監 不相信所有的占士邦迷 跟我一樣, 一樣非常期待 各位, 這次的尖士邦主題派對 場內無論是場景佈置、娛樂節目 甚至是我們眼前的餐飲美食 都注入了尖士邦電影的元素 對, 以我們這台的美食 也是為這次派對而知 主題就是英倫美食 真的要試試 首先我先試試我眼前的 就是英倫煙魚蔥豆飯, 看看 看好不好吃 你不試試, 你不如一起試試 好, 我先試試 我先試吃魚, 好嗎? 好 是辣的, 你吃不吃辣 是嗎? 是, 飯有點辣 其實魚是醃過, 正在說是醃過 所以味道很足夠 再加一些醬汁 可能會中和到鹹 不是辣味, 可能會好 試完魚之後 我都想介紹這道牛扒腰子批 你看到這道牛扒是非常精緻 切得很碎 然後放在洋蔥康 對, 酥皮 對, 我相信這個應該很好吃 對, 酥皮也很… 很香 很香, 對 不是, 因為真的… 裡面有些菇嗎? 有些菇嗎? 好吃 我自己很喜歡吃牛肉 它這麼高嗎? 對, 我喜歡吃牛肉 所以酥皮好像是它的蓋子 我想如果蓋著熱辣辣, 應該會很好吃 應該是一堆朋友很快就吃到這道菜 這些霞酒之類都很適合 對 而且整晚流流腸, 吃幾個都可以 好了, 吃完牛肉了 這裡有威爾斯燉羊肉 我們幫你拿過來 好… 不要搖搖, 手不夠長 好… 放在這裡 好, 放在這裡 是, 這些是否二米, 我很想吃 不知道, 像腰豆那種 腰豆 我先嘗嘗, 羊肉 你可以嗎? 可以的…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害怕 但我自己很喜歡吃 很大塊, 我嘗嘗一嘗 好吃 這是什麼樹蓉, 是嗎? 對, 應該是有樹蓉 這些夠飽的 香港是男士們, 這些很適合 我用一個拌飯一流 你說如果平日進來 整個朋友一起吃美食 一邊有其他節目 欣賞菜市, 真是…相當不錯 我經常在馬場工作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馬迷 拿著吃, 震震飄香 好, 這樣吧, 不客氣了 真的吃了? 我嘗嘗… 好… 我幫你… 麻煩你 好, 我嘗嘗, 我很喜歡吃 芽蓉 是嗎? 臉有脆脹 還有你打巴 很多時候, 晚上回來跑馬 時間過得特別快 東西吃又好吃, 又多人又熱鬧又好玩 對, 有很多節目 我相信還有其他娛樂節目 所以你要多點來嗎? 一定會 聽說, 今次的食物 也是以英倫風格呈現 其他娛樂節目和布姿 也很有尖士邦電影元素 相信大家都玩得挺開心 乾杯… 介紹完佳牛, 怎麼可以沒美酒呢? 我手上的這杯叫Sky4 我手上的這杯叫Goldfinger Goldfinger, 相信有留意 《詹士邦》系列電影的朋友也知道 其中一集是《詹士邦》的對手 所以… 喝他下肚子吧? 其實在派對夜 也有多款由Martini調去的雞味酒 包括這兩款 Jerlin更加變身 成為《詹士邦》電影世界的縮影 只要我們穿上黑色襯白色的衣服 再放上一個很經典的007姿勢 拍一張照片 就可以獲贈Martini雞味酒杯 所以家謙, 絕對要嘗試 沒錯, 我也絕對要嘗試 我相信我換一件黑色的西裝 這樣也不錯 是的 另外, 我們很多朋友進來 都可以去到互動遊戲區 大家只要擺出一個 一個很經典的《詹士邦》電影的姿勢 有機會贏到戲票 家謙 是 聽說到時候場外還有很多幫女郎 這麼開心 幫女郎當然多人關注 大家看《詹士邦》電影的時候 都會留意到 但除了幫女郎 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有沒有車體呢? 有沒有車體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慢個關子 休息一會, 轉帳回來看你的表演 看我的表演 好,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 《尚進生活》 Kathy, 剛剛想跟你說到 很想看到《詹士邦格戰車》 這個轉眼已經在我們旁邊 對 在電影《007鬼影帝國》中 《詹士邦格戰車》 就是車廠專門為電影打造的DB10 而我們旁邊這一部 就是DB9的GT Bond Edition 厲害, 這部車廠為了慶祝 與電影公司跨越半個世紀合作 而限量推出 全球只有150輛 香港只有兩架 其中一架已經在我們旁邊 不要說太多了, 快去試試吧 好 終於乘入了這架 很漂亮、很高貴的車 是不是有些做了幫女郎的感覺? 我也覺得自己… 你看到這架車 你看到中間的標版 當然是很精緻 有些碳纖的布局 這些位置也很漂亮 高級音響 還有全都是皮 真皮在意, 這是基本的 而且我想說裡面有一點黑色灰色 但外面的顏色是很特別的 就是幽靈人 其實跟電影裡DB10的顏色一模一樣 這架車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占士芳元素 我們剛才的騰騰骨行員 相信你也看到了 包括在開門時看到的營賓的搭板上 有一個廣衛人熟悉的07標誌 就是那個車… 對, 大家都很清楚那個 大家有留意這個電影系列 已經知道是怎樣的 還有這個二加二布局的座椅 後排座位中間 大家看到一個 有一個槍枝形的刺繡 全部都是充滿著尖士邦的元素 對, 還有我覺得這架車 現在這些裝備非常現代化 因為這個觸控式的資訊娛樂系統 開車時就會開啟 除此之外 它就會有一個幫得的主題畫面 而且是很好用 你可以用全程用手按 或者用鈕掌調節也可以 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音樂也好 或者是GPS 或者車的狀態 還有鏡頭 還有鏡頭 我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大家都看到 James Bond一直都用這架車 其實有很多經典場面 都是開著這架車 我相信它們現代化 都是配合James Bond 那麼厲害的形象 那麼厲害的形象 對, 沒錯 而且它的車尾也有一個 很經典的揮標 就是007Bond Edition 那個標誌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架車上下下 都充滿著James Bond的元素 坐在這裡也可以幻想一下自己… 有沒有機會做一做James Bond 我也是這麼老 我們來這個後車尾箱的意思是… 你打開它你就知道了 有些驚喜送給你 送給我? 對, 希臘, 沒錯 這麼好? 對, 這個驚喜就是… 為什麼有一個行李箱? 沒錯, 只是給你看看而已 純粹是因為… 這個跟James Bond所用的皮箱 是沒有一樣的 然後再盤設這架專用車的感覺 可以打開看看 裡面會有一隻手錶 也是這輛車附送的 也會有一些跟這輛車相關的產品 這輛車說明了 是為了072設的限量版 對 所以也要負責這件事 剛才的James Bond戰車 將會11月11號和25號 兩個賽馬夜在排馬地馬場展出 想跟James Bond戰車靈距離 禮拜會谷Happy Wednesday就可以了 到時一定來啦